我唱得不够动人,你别就你 她是娱乐圈的顶流 出道26年一首《孤勇者》再次将她送上热搜 几年前 舞台上的一次意外让她终生不能生育 女朋友对她不离不弃 成名后 她送女朋友价值两亿的豪宅 她也是个爱过的人 新疆棉花事件出现 她宁愿赔偿高达6000万的违约金 也要与辱华品牌方解约 她就是陈奕迅 她在舞台上究竟遭遇了什么 她的现状又是如何呢 今天赶快预约为您讲述陈奕迅的故事 2002年的一场演唱会上 陈奕迅台上纵情高歌 意外忽然出现了 她不小心踩到音箱的架子 因为惯性 她整个人都向后倒去 她强行稳定住身体 然而 她还是重重地坐了下来 之后她忍着剧痛将所有歌唱完 一下舞台就去了医院 结果正如她所料 伤势确实特别严重 她以后再也不能生育 当时陈奕迅正在和女友闹分手 女友徐浩英觉得当时的她非闻缠身 两人之间没有可能走到最后 然而舞台事故发生以后 女友千里迢迢地赶来陪在她身边 然后兵实前嫌 义无反顾地嫁给她 在陈奕迅事业发展时期 她的父亲因为犯罪狼称入狱 当时她虽然没有多少积蓄 但还是到处凑钱 将父亲保释了出来 当时给她最大助力的就是 徐浩英直接拿出200万供她使用 她感动女友的付出 并发誓要爱护女 有一辈子 演艺圈事业发达以后 陈奕迅将所有的钱都交到女友名下 还为她购置价值两亿的豪宅 即便女友一次逛街 就能刷掉80多万 她也毫无怨言 一行期间 她工作的时间少了 她在互联网上哭穷 说她卡上只有3000万 她只担心这些钱够不够女友花的 她对女友这么好 不仅源于两人之间的感情 还与成长的经历有关 她的成长经历究竟是什么样的 陈奕迅出生于中国香港 父亲是一名公务员 家中从小就对她实行了 慈父严母的教育模式 父亲在生活中虽然严厉 但母亲的温柔给她的童年 增添了无数的趣味 因为母亲是陈柏强的 歌迷 她也在环境的耳濡目染下 她从小就对音乐感兴趣 音乐上的天赋也很好 不过 陈傅觉得搞音乐是不务正业的表现 她觉得建筑业之相 在陈奕迅初中时 就将她送到英国留学学习建筑 面对父亲的强权施压 她没有放弃追求梦想 在大学期间 她逐建筑辅修音乐课程 很快就学成归来 拿到了八级音乐证书 1995年 陈奕迅回国 刚回国的她不知道做什么 在朋友的怂恿下 她报名参加了 新秀歌唱大赛 她本来抱着学习经验的想法登上舞台 没想到她缺过五官斩六将 凭借超强的歌唱实力 夺下冠军的桂冠 虽然在哪之后 陈奕迅开始在乐坛发展 但她的发展似乎并不顺利 先是同期亚军的音乐专辑销量 高达几万张 她的音乐专辑只售出了8500张 后来经纪公司也因为她不听话 雪藏了她 不过赛翁失马 颜值飞服被经纪公司冷落以后 陈奕迅没有一学不振 反而是脱掉公司 给她安排的绅士角色 用千变万化的形象 在舞台上发光发亮 模型的音乐加上夸张的模式 很快就让她火得一塌糊涂 她很快火遍了全国 近2013年一年 她就开了25场演唱会 在当时 只要她到打开演唱会 那个诚实的演唱会 现场会缩无虚席 线上甚至一票难求 她的人气一路火到 巅峰 陈奕迅还遇到了什么挫折 陈奕迅的舞台发展前景 充满无限可能 可她在颁奖典礼上 却屡屡胖地 1996年刚出道的时候 她以为凭借她的实力 拿下新人金奖 失拿久稳 可她万万没想到 半路跑出来个郑中基 郑中基靠着父亲的关系 最后拿下新人金奖 她失望离去 从此两人的梁子也算极下 但愿不止于此 在2005年的颁奖典礼上 陈奕迅以为她能凭借 西洋无限好这首歌 成功斩获金曲奖 可没想到的是 这次也除了此 郑中基像无赖一样 带着无赖这首歌横空出世 再次夺走了金奖 2012年的中国梦想秀的舞台上 出现了感人的一幕 当时一对头发花白的老夫妻 在舞台上帮身患癌症 不知还有多少时间的女儿完成 她的愿望 她们的女儿是唐田 是名副其实的天才少女 以及唱的响亮全部出自她之手 她是陈奕迅的粉丝 她的愿望是希望陈奕迅能唱她写的歌 陈奕迅爽快地答应了下来 这首歌正是日后火遍全国的孤勇者 而唐田也像歌中的孤勇者一样 战胜了病痛 直到了现在 陈奕迅还是一个十分爱国的人 新疆棉花事件发生后 所有明星该解约的解约 她的名字在其中显得格外耀眼 原来与其他代言人不同 她是品牌的终身代言人 还是该品牌的唯一华人代言人 就算不工作也能赚得盆满钵满 但她没有选择赚这笔钱 而是宁愿花费六千多万 也要从该品牌解约 获得了人们的好感 有人说陈奕迅的十年是唱给杨鲜花的 其实不是 十年这首歌是灵溪写的 创作灵感来自她听到的一个故事 故事说的是一个出租车司机 她载了一位特殊的客人 这个客人就是她十年前的前女友 因为她一直放不下 所以司机一眼就认出了她 但她没有跟女孩打招呼 女孩上车后也是默默无言 十几分钟后 她突然改变了目的地 然后一直给一个人打电话 她漫不经心的聊着 这十年来的心酸经历和故事 司机就这样默 默的听着 往事就像电影一样历历在目 电话打完 目的地也到了 女孩下车后 他们猛然的发现 她的脸上已经挂满了泪水 然后哽咽的说 我已经把这十年来的经历都想给你听了 你难道连一句你好都不愿意想了 然后司机颤抖的艰难的 挤出了一个微笑 对她说了一句再见 这就是十年这首歌背后的故事 如果有些故事写不到结尾 你让我们在收笔之前 好好告个别吧 2000年这一年 对陈奕迅来说是最重要的一年 这一年她加入了英皇旗下的音乐公司 一首黑歌之王让她一战成名 被网友称为是歌神张学友的接班人 这首歌在当时 据说是KTV必点的一首歌 可见她的知名度 可能是加入英皇的原因 公司想把她培养成一个全方位的艺人 于是陈奕迅又和金城武 陈奕迅主演了电影《薰衣草》 虽说是男二号 但由于陈奕迅在影坛的名气实在太低 就连宣传海报中都看不见她的名字和照片 陈奕迅有多爱徐豪颖 一般人可能无法想象 自己上交所有财产给她保管 她想怎么花就怎么花 那么陈奕迅为何会对徐豪颖这么好 还是因为两人共同经历过高丸门 事件以后 当时在这件事被爆出后 徐豪颖对陈奕迅不离不弃 一直悉心照顾着她 直到好起来为止 此外 在陈奕迅父亲生病的时候 徐豪颖更是悉心照料 任劳任怨 其次的举动让陈奕迅非常感动 因此她更加决定要好好对徐豪颖 两人既然一起共患难 那就肯定会共富贵了 2004年 徐豪颖为陈奕迅生下一位女孩 取名为陈康提2006年 陈奕迅和徐豪颖举办了婚礼 两人一起走入婚姻的殿堂 自此之后 两人从情侣成为了夫妻 陈奕迅也在 宠妻狂魔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随着时间的推移 陈奕迅也把工作重心 由香港转移到内地来 她在中国好声音 节目上担任过导师 这让她的流量再次得到提升 这些年来网络审许层出不穷 陈奕迅也不含糊 今年由她演唱的歌曲 孤勇者在全网爆红 连小学生都会唱 甚至成为了小学生最认可的一首歌 随着短视频的兴起 陈奕迅凭借孤勇者成功出圈 她本人也成为了小学生当中的偶像 甚至在他们心目中比周杰勒还强 好了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更多精彩感欢愉乐会陆续更新 希望各位看官老爷订阅多多支持 感谢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